一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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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欢喜笑容 幼童台上笔手语 哥哥姐姐们接着登场 两天欢迎我来解压 不同的故事 六十位演出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台南大儿幼儿园的学童 和静思书轩小志工 他们以小手传大爱 手语表演的地点 特地在台南著名的百年古迹 无缘 我们希望有不一样的会众 不一样的家长或者是路人 然后可以知道 我们有这样子的活动 有这样的讯息 一起来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无缘这个会场 为了传达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善念 小小志工请练手语歌 彩排时猛打喝歉也不喊累 让妈妈好感动 其实要彩排表演的时候 就是比较 就会变成那个活泼就突然间收起来的 然后就是我看他一边打他钱 然后一边还是很认真的比 我觉得也是学习一种敬业吧 小小年纪的孩子要登台表演 如何把心静下来是个大考验 那么调皮捣蛋的小孩 他竟然可以静得下心来 然后去练习手语歌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难得 家长就是最好的观众 看出了孩子的成长 也给他们满满的掌声 大爱新闻 真上美志工台南综合报导